瑞瑞分住所深夜执行安军气毒专案巡逻请勿时 发现一名田信重机骑士行击可疑 随即拦截 赫然发现机车置物箱以及随身皮包内有两小包的二级毒品安非他命 而田信重机骑士还一度变称是阿嬷的药 让警方直摇头 而训后依法送办 深夜十点多这部重机车骑士看见警方巡逻车时 神色慌张行机可疑 远景直觉有意即刻予以拦查 果然在田信骑士的机车置物箱内 以及他的随身皮包里查获了二级毒品安非他命 另外外套口袋中也取出一支玻璃吸食器 被当场查获的田信骑士还一度变称是阿嬷的药 遭警方喝斥 瑞瑞分助所所长陈天丁 远景吴玉轩 郭建元及高少威执行专案勤务 勋经瑞瑞温泉路二段 发现病蓝查查获甜性重机骑士 持有二级毒品安非他命及吸食器一支 带回分助所征讯后 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 将天性重机骑士移送花莲地检署证办 发现由于重机车行机可疑 经南查驾驶人同意配合检查 随后在其机车事物箱内 水深皮甲及口袋内 分别起货二级毒品安非他命两小包 及玻璃球C17一组 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分数条例 依送花莲地检署证办 凤林芬局长简红龙表示 查气毒品一直是警察维持治安的工作之首重 也将会持续加强毒品查气的工作 并呼吁社会大众 毒品乃万恶之源 请大家重视生命 拒绝毒害 记者是预览 瑞瑟采访报道